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个行业求财弱渴 人财自由流动 触发前所未有的就业竞争 我们面临的竞争不但是 其他高学历的统领人的竞争 同时还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 字幕志愿者 改变命运 我觉得这个很合我 要在顺色万变的年代站稳住脚 就要自我增情 力增尚有 在上海近年举行不少这一类的人财交流会 每次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 除了上海本地 南京 杭州等地的求职者 都来碰下运气 将会场逼得水泄不通 大学生积极稳工是可以理解 因为今年全中国 一共有210万大学生毕业 比去年多67万人 要特为而出 找尋理想的工作 很多都自备精美的个人理力表 推销自己 我们从9月份开始 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 我原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招聘会 今天是头一次 然后来发现这人真的特别的多 然后方方便便的人才都有 发现工作是很厉害人意的事情 因为现在这社会均衡很厉害的 80年代中期一直发展到今天 中国人在世上从一种不流动 到有限流动 应该说发展到今天 逐步在走向一种完全自由的这种流动 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Mike是建国以来 经历自由责业的第一代人 1995年 他在大尊工科毕业 被分配到国营单位工作 由于月入只有200多元 Mike做不够一年 就自己谋出路 去到一间雜誌社工作 他说当年竞争 没有现在这么激烈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国家统一分配 这种情况发生 那很多人是因为统一分配之后 感觉工作不适合或者是人 或者是不是十分理想 所以他把自己送到人才市场上去竞争 那自己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竞争是第二位的 现在是必须要去市场上去竞争 没有选择的 90年代尾 科网公司百花齐放 Mike看准机会 跳槽到一个大型网站 做教育版的主编 我来的时候是网络的股市最好的时候 公司的股票到一百三十十美元 那个时候想都不敢想 在科网公司工作 早两年被视为收入高 前途好 不过一场科网风暴 令Mike体会到自由责业的同事 也有被财减的风险 Mike来到新公司做不够一个月 就遇上科网股爆破 公司分阶段裁员 他保得住份工 但是工作量就多了 发现自己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 突然就明天就不会再来了 这种感觉是和 就已经很接近于 好像自己也受到相关的这种冲击一样 那那个时候 你就会重新审视自己 有没有可能被裁 裁掉之后我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会 所以要促进自己能够更上一层 能够规避这种风险 失业 转业 在中国可以算是新生事物 以往国营单位不会裁员 也都没有人才流动 这个情况维持到80年代尾 当乡镇企业 三支企业出现 才逐渐发生变化 闸门原来是一直是关死死的 现在一旦留那个小口 虽然口不大 但是那个冲击力是很强的 这份编号005的人才档案 是北京现存最早的一份人才档案 见证着内地自由找工的历史 人才档案以往一直储存在国营单位 记录职工所有的个人资料 但是到了后来 国企职工跳槽 非国营单位大部分无权保存档案 于是全国第一个人才中心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应运而生 现在他们已经保存着 二十多万份的人才档案 大型的海外星学教育展 在全国巡回地举办 自费出国留学 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Mike也计划好去澳洲公读工程管理学 因为中国会越来越开放 它所面对的就是对人选择的余地 是全世界范围内的 它可以从国内选 也可以从世界各地选 那你要是想提高你的竞争力 你必须有一个国际的背景 就是说你可以在国际层面上竞争 由Mike这种信念的人很普遍 特别是中产阶级 各院校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相当重视 以英国为例 中国留学生更加是 欧盟学生以外最大的族群 2002年 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 达到了12万人 那么前一年只有8万人 当然这个和中国庞大的教育体系 和每一年的求学的学生数来比 比例还是很小的 但对于国外来讲 这个输送就已经很大了 为实现留学这个目标 Mike每天花上三四个小时学英文 首先是娱乐 其次是也会练口语和听力 这些原生电影里面的语速是非常正常的 通过它能够检验我的这个学习程度 对中产阶级 以至年轻一代来讲 自我增值可以说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距离对资讯的需求特别大 书店里面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增值重书 外语图书的销量更加以倍数上升 而这一类外语培训中心也大受欢迎 600元报读一个课程仍然奇门于是 像这个就业的压力比较大 那么现在就是学生 可能最集中的应用标是提高自身的素质 然后通过这个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在这个就业里面就是争取一个占不败之地 2001年北京就有20万人自费参加各种英语培训课程 以这个培训中心为例 五年来培训学员超过50万人次 全民重视外语 令到全国英语教育市场满年的产值 估计高达7亿元人民币 我们经常说 依靠父亲的批课程 我们经常说 依靠父亲的批课程 我们经常说 依靠父亲的批课程 Mike两夫妇收入加起来有1万元 在北京 绝对可以过着不错的中产生活 但是Mike想确复视野 成为国际级的管理人才 为了这样 两夫妇要牺牲公余时间 留在家里减少消费 生育计划都要各自 从周围的同事 还有她的身上 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存在 我现在也慢慢地 也有一些就是说竞争带来的危机感 那现在主要是一个是知识上面 一个是年龄上面 我们现在能够通过 丰富自己的知识来获得财富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 所以多数人就愿意去充电 通过自己的知识能力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我的钱不会去买车 去带着夫人到处旅游 但是我们很希望这样 希望将来有一天会这样 能够开着车到处去赚 Mike已经找到自己的目标 不过他最担心的反而是他弟弟范多奇 范多奇说今年大学毕业同学里面 五个只有一个找到工 而他就打算继续读书 这样盈酷的竞争压力下 那么就是说是必须要就是说是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人才 毕业之后的人才就必须要马上 面临进入社会就是社会的选择 自己已经没有主动权了 社会选择上面的人才就必须要 附和他去进行努力 改革开放令大学毕业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顺利的话几年后就晋身中产阶级 不过今天人才之间竞争转趋白业化 即使是名牌大学毕业 也未必保证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于是毕业投考碩士研究生 成为大学生的出路 这一条是位于北京的考研一条街 考生可以找到报考和补课的机构 其实人才竞争非常激烈 而且他学历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考研究生也是一方面是缓解 先缓解一下找工作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学历高一点 将来肯定就是发展的也要好一点 在大城市虽然竞争带来压力 但毕竟高生活质素深深吸引着九亿浓民 距离当中怎样抓住机遇 透过不断学习 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风继续吹 张国荣跨越九七演唱会 今晚八点 重逢竟然换来相同 这么多年来 你都没有我了 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走啊 我还是走 我当不好找回你女儿 以为一扑翻山 最后输得更惨 三四五十二点大 这么快怎么算呢 Rejoice突约万家灯火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 不见得过 你会员 进ERO 二十二三宣距离 是 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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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据统计 每天去深圳求职的人超过一万人 每十万人之中就有一万一千人 具有大专的学历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異常激烈 深圳每年都会向全国招请老师 赵俊峰两年前 由河南安阳市考入了这间小学 她一个月的工赛 她一个月的工资有四千多元 我们没有学过 能学过 她一个月的工资 也在说很高 好 這一天,趙俊鋒一家三口 回河南清風縣家鄉過年 自從出了深圳工作之後 這次是他第一次帶女兒回鄉下 趙俊鋒還特別買了一個微波爐 送給媽媽 我們倆 加水試試 我先給你做餡 先不當吃, 先給你醬醬 比方說你在房裡 然後你整個調成大火、小火、地火 表現一下我們好新 另外我媽媽來看廚房, 很簡陋 微波爐沒有煙 還可以用菜、菜、菜、北方的饅頭都挺好的 趙俊鋒七三年, 就在這裡出生 因為當時他們一家和其他農民一樣 生活貧困 這間東屋是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雖然現在滿目的沖涼 那時候也差不多 我自己搬著一個棟、一個桌子去上學 這是我媽媽幫人做的 我沒有上學的時候 學期的開始 來到學校 放假的時候就來回來 农民对下一代的教育 一般都不太重视 认为子女长大之后 都只不过是继承他们的农耕责任 不过赵俊峰就比较幸运 因为他妈妈相信 教育可以打造未来 由农村小学升上初中 经过激烈竞争 由初中升上高中 又是另一次的淘汰 农民子弟要出人头地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农村都是五年纪 五年纪役之后 成绩好的同学 才可以进入老家乡的初中 初中必须是前几名才可以考入 清风营员的第一中学 中学里面的很少数的人 才可以考入大学里面 长一层淘汰 很难的 现在难题都很惊讶 相对于赵俊峰 他的堂弟弟燕峰 就走进一条收割 播种再收割的舊脑 最后一层淘汰 很好 我很羡慕 因为在深圳有一定的工作 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出去可以为自己的签证奋破 他现在在亚洲中 中里没有多大的储蓄 赵俊峰在安阳师范学院 完成了学业之后 根据国家的政策 由农村来的 顺理成章 回到农村当教师 不过赵俊峰 不敢于命运的安排 反而凭着他在乒乓球方面的才能 留在安阳市做体育教师 九十年代尾 当电脑在中国开始普及的时候 赵俊峰又在找机会 勤学电脑增值 最后成功由担任体育教师 转型为电脑教师 我在安阳当时非常好 一个单位的小头目 马上可能升校长 但在安阳真的不错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地方都不错 就应该失变了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你上升的空间 所以就要走 所以就要走 赵俊峰是国家级的乒乓球裁判员 这个身份令他有机会 去到国内不同的地方执法 2000年一次去上海的机会 令他决心留在大城市发展 看一下 十四万九 今天赵俊峰月入四千多元 经济环境改善了 需求高质素、物质生活 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梦想 比如说买私家车 可能在深圳做事 三年、五年努力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安阳做的 怎样努力都不行 开房之后 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 如果你有不足够的实力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如果只有一天 我觉得深圳这个舞台 不过我去奋斗 可能会改变 能够拥有深圳的户籍 对于河南省的农民来说 是无法想像的 赵俊峰在满意自己的成绩之余 也不敢松懈 我努力做每样东西的时候 并没有难道将来通过这些东西 改变我自己的职业或生活 我自己觉得河南是有用的 耳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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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 不是所有的农民 都好像赵俊峰 这么有能力离开农村 到大城市发展 不仅留在农村的占大多数 他们始终不能够离开 相对贫困的农民生活 2001年 中国一个农民 每月作商品性消费的金额 大约是120元 只是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 现在中国就有9亿农民 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关心的是生活质素如何改善 而在城市中产新一代 关心的是如何力增上游 机遇与挑战的时候 变成不同 当你抓不住机遇的时候 就变成挑战 所以我们要增加自己的实力 去抓住机遇 这个 上天是一个机遇 人家可以抓得住 你为什么抓不住 甚至看不到 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人家一定要提前地学大 是 中国过去没有竞争 但是也没有机会 今天中国充满了机会 但是竞争又十分激烈 为保证自己的子女 在未来的人才淘汰菜里面 站稳住脚 不少来自中产的家长 提早装备子女 未出世竞争已经开始 下星期日 习弄习风 下星期日 习弄习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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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层,不同角度 不过零有强烈感 úc辰的观众 我以為我再見不到你了 我愛你的善宇 Carol草本精華特約 亞洲人氣劇場之玻璃鞋 星期一晚八點半 探究傳統現代藝術 全面剖析各種藥物醫理 樂信藥葉特約尋找藝術新智慧 明晚九點半 女子家中遇害 宋苑後昏迷不醒 捉倒而空本來是好事 但如果這個是預設的圈套 又有誰可以作證